上回我们说到 汉少龙刚刚跟乌士罗乌应元两父子的商量很种种的细节 那边已经有人来稳告 说赵木派来接他的人到了 汉少龙立刻跟着赵木带来的人 坐着马车去到赵木家 赵木见到他的时候 居然没有大牌言整 而是将他接到后的一座小楼里面 环境布置非常牙齿 四面都是很阔大的窗口 卷起的株莲外面 是美不胜修的庭圆景色 两个人坐在圆面上面 中间就隔了一张大小茶几 上面摆满酒菜气氛亲切 那些下人一离开 整个厅只剩下他们两个 赵木一边很欣勤地 劝他喝酒食菜 一边好像很随意地 问起他出身 汉少龙立刻说起一些偏好的故事 说到和逃方相遇的经过 一想起理事这个内奸 就即时如实直说 一句都没有隐瞒他 赵木当然知道他没有说大话 非常满意 跟着说 笑龙你的剑花显然得到名师指点 不知道你师父是谁 汉少龙本来想说是个隐事教他的 但跟着和眼神一截 觉得对方的眼神之中有所期待 他什么想 自己和连俊比武的时候 用那把木劍 说不定已经暴露了自己和墨门的关系 袁中说过 寒丹这个地方有个赵木行会 行会的领袖就是贤平 要追求功名富贵 已经投靠赵王 说不定赵木由贤平那里 已经估计到他和元忠的关系 于是立刻改口说 乐破在武安遇上了元忠的经过 有选择地说出来 特别强调自己 或者谋取富贵 不肯加入元忠的墨门组织一事 自己和元忠只是朋友关系 赵木听起来欣然一笑 湯似敲敲旁给一个同龄 杭笑龙当然知道什么回事 心想 哎呀 幸好自己是随机应变 真是很闲 但是表面上 就扮得很不明的望迟赵木 只见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粗布衣服 打尺脚的高手大汉走进来 杭笑龙一看他 看到他气到尋映 而且两眼銳利如鹰 一派高手风范 他心不敢打着凸 咦 这个难道就是贤平 不怪得以元忠这种高手 遇到那些要瘡黄逃命 那人来到他们两个人面前 走着离直地而坐 腰背挺直 一点都没有拘束的感觉 赵木就说 这位就是现在寒丹麦者行军的巨子 贵平先生 是我们大王的客卿 他刚才坐在隔壁 笑龙的说话 全部听到了 贵平冷冷地看着 杭笑龙说 并为大人能够击败连俊 显然得到我们默门半途元忠的真传 但不知道他的巨子令 是不是也传了给你呢 杭笑龙听到这句话 他心不敢一捅 知道元忠已经被他们杀死 守过他的身子 找不到巨子令才会问自己 但他扮得很不明 什么叫巨子令 严平望着他两眼 然后才很平静地对赵木说 本子也不相信元忠 会把巨子令交给一个外人 但为什么他会把箭实传给兵位大人 我想不通 赵木听到觉得奇怪 巨子令为什么认定笑龙不是巨子令的传人呢 严平说 如果他是巨子令的传人 就要进我们默门行会 我们做默门行会中人 身体力行是指约克服之道 要住矛屋 要用桶碗 而且穿的也都是粗暴衣服 如果元忠肯传具指令给他 当然因为他已经成为默门行者 但是兵位大人不戒女色 饮酒食欲 显然不是我们默门行人 项小龙和赵木两个一齐 这样才明白 赵木这下对项小龙再没有怀疑了 本侯真的很欣赏 项小龙这么坦诚无私 哈哈哈哈 小龙 你知不知道 如果刚才你说大话的话 恐怕现在已经血浅五步了 项小龙扮得很害怕 多谢侯爷信任 心都不知道 骂了赵木多少次了 他有客气地问 袁忠先生对卑职有传例之恩 不知现在他去了哪 当日他突然离开武安 又不让我和他同行 我就觉得有点不妥了 但是那时候 我还未知他和默门有什么关系 严平冷冷的嘛 不知就最好 定为大人最好以后都不知默门的事了 说完之后 将赵木的告辞而去 赵木见到项小龙有点恶然的嘛 巨子的身份很尊崇 手下有三百死士 人人剑术高明可以以一当百 巨子本身更加是高手中的高手 看到大王都不用行礼 对少龙算是客气的啦 项少龙表面只有不声感激 但心就想着如何和圆中的大恩人报仇说恨 赵木微微一笑 接着 若无其事地对项小龙说 少龙你的表现令本侯非常满意 所以本侯也不见外 坦白地和少龙说了心中的想法 对本侯来说 世上的人非有之敌 如果你是我的人 我就保你金银美女权势地位 但如果你是我的敌人 我就会不择手段 为了你 项少龙心想 你这个人都够了霸道 但嘴巴就恭恭敬敬的嘛 少龙明白 少龙 你不要怪我看错了人 选一年进 才使手段对付你 怎知依然低估了你 现在我还不明白 你被我为了烈性的春虐 因为丧失神志 不受控制 忠情狂欲 但为何居然可以反败为性呢 项少龙当然不能告诉他 自己偷听到他的毒计 就扮你有些不好意思的嘛 我这个人很好识的 加上又很受女性欢迎 有时应付不离 就借了些春虐 开始的时候 还有一些见效的 用多了 自然要吃多些剂粮才行 所以又不是很怕这些东西 赵木听的大笑 原来是这样的嘛 不过你的确是天赋异品 居然 哎呀 经过这么强烈的鬼运之后 你还有这么好的体魄 哈哈哈哈 说到最后那句 哇 当堂那对眼呢 身上游泥游去 好像流了口水那样 项少龙心脉 哎呀 闭家伙 听人说过 他是赵王的男人 即是都很好 那些同性恋的 难道被他看中自己的 闭 幸好赵木呢 很快就收回他的眼光 反而好像很关心的嘛 少龙 你以前是巫师家臣 这样呢 就不用太在意 但是现在做了大王的贴身兵卫 你又要公私分明 时时都以大赵为众 你明白我的意思嘛 啊 少龙当然明白分辨 谁才是应该尽忠的对象 好 我会找几件事来试试你 只要证实你对我是忠心 本侯自然会向大王揭力推荐 包裹你前途无量 见着丰厚 杭少龙听到这里 扮得很欢喜的 立即爬起来跪下借恩 赵木哈哈大笑 起床呀起床呀 今晚的公事到此为止 接着就是享乐时光了 赵木的享乐呢 当然离不开声息之余了 他跟着呢 就拿了把越国明剑飞鸿剑 送给杭少龙做见面礼 未把剑 连杭少龙这个 不是这么识货的人 看到剑上的寒气寒光 亦都知道是非同凡响的宝物 然后赵木呢 又点了两名 越国的双胞胎姐妹花出来 他跟杭少龙分别享用 这对越国的姐妹花呢 原来是越国的贵种 因为国破家亡之后 就被人老杰到来赵港 被赵木收作私房 一个叫田精 一个叫田俊 你们姐妹化虽然容颜绝美 但是身世可怜 当日 杭少龙虽然和赵木 毁语虚蛇 但是 他又被心情 在听到田俊悲惨的身世之后 还在心情玩弄他们呢 反而对田俊百般温柔呵护 又是希望有机会 将他们救离火坑 田凤田精两个 对他都不知多感激 后面呢 在汉少龙对付赵木的时候 这对姐妹花也帮了大忙 不过这些是后话 在这里呢 我们不再说他了 到第二天 赵木对汉少龙非常满意 觉得他很知情释取 于是 还特意叫自己的马车 把汉少龙送回乌府 以示自己对他的宠信 华丽的马车驶出后府 车前车后 各有四名为事相取 汉少龙心事重重 想起了无数的人同事 现在他已经完全投入这个时代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他也不想回到现代的社会 正在胡思乱想之间 突然间 一阵急速的马蹄声 使他惊醒过来 杭少龙在特种部队训练的时候 使他的危险一种天然的敏锐 他即时另出来一望 只见黑暗的长街之上 一技马右转而近 吹马而来的 是一个全身年头大面的 罩上黑布的黑衣骑士 只见他手持长剑 杀气腾腾地追过来 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露宿了 车后那四名为事一见到这样 也即时另转头 纷纷向他喊骂 拔出配件的回身形敌 那名刺客见到这样 一架一马加速全冲 疾风地冲到突然一两手 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冲天而起 向那四名武士扔过来 到了高过四名武士的头顶的时候 刷一声 那团东西突然间变成了一张 挂满尖锅的大网 兜头兜面向那四名武士招下去 这四个武士的武功虽然好 但对方有备而来 手法又精妙 一下子抠他们不提防 就将那四个人一招招实 四个人齐声惊呼之中 他刚刚要挣扎 往内的杜勾马上哭入肉里面 惨叫声中 四个人一起摔下马 这个时候 刺客已经来到马车旁边 见光一搅 啪的声 搅碎了竹链 吓到红少龙只缩一角 在这个时候 那个人将一条 好像省那么长的东西 抛抛进车厢里面 那件事一跌进车厢 黑鞋已经会移动 咳咳咳咳咳咳咳 向着红少龙脚边的直转而来 红少龙定眼看 哎呀 嚇到他大鹤一惊 即时翻身穿窗而出 啪 跌了到街上 原来那个人扔进来 看一条毒蛇 如果不是他的反应招人一等 这条毒蛇一定咬他一口 杭少龙在街上 肯定翻滚未起身的时候 刺客已经劈死他的车夫 一翻身 向着正准力救那四名武士 直冲过去 他一两手 嘻嘻嘻嘻 四肢就箭 四名武士急事之间看不真 纷纷中箭跌到地 刺客回身 向着躺在地上 杭少龙直冲过去 这么未去人物 杭少龙也是第一次遇到 正要借力弹起 刺客一键就向他跌过来 他就翻身一臂 嘻嘻嘻嘻 刺客连续射出三支就箭 幸好杭少龙这个时候已经有准备 立即打横滚了出去 这样才有机会跳起身 刺客可能就箭用完了 举起长键向着杭少龙右脚过来 这个时候杭少龙还未有机会拔劍 只好又在地上一跌避过 这次他特意跌到对方的马口 当他再起身的时候 刺一声 即时反手拔出赵木送他 飞鸿剑 对方这时候转过马头 两个人一照面 刺客呃了外 可惜 原来你不是赵木 杭少龙一听那一声 竟然是个女孩 他都饿了我 蒙面女子一声娇喝 玩了一团剑花 向着他直冲而来 来到杭少龙五步之外 剑光他的线花一样盛开 万天见雨 向杭少龙直打过来 杭少龙看到他要杀的是自己的大仇人赵木 又怎会伤他呢 但见到剑法精妙无论 亦都搜人起来 刺开墨子剑法 二绝破口 一剑斜挑 眼看着要挑中对方的长剑 点点剑锋一空 竟然挑歪了 被人承虚入一 还向他面门直刺过来 杭少龙亦都猜不到 这个女孩这么厉害 即是打横一比 但女子并没有追击 拆马向前冲去 懒懒地骂了一句 为虎作囚 下次一定拿完这条命 说完之后 马提升已经远去 杭少龙再看八名卫士 全部死了 原来 无论大网的铁钩 因为那些就箭 都查了很厉害的毒药 装剑如牛的人都撑不住 一阵间就已经口吐黑血而死 杀时之间 大街之上很快就布满赵兵 来搜索刺客留下的痕迹 赵木亦都匆匆赶来 他看看车厢里面 神色凝重 那个人放入车内的毒蛇 叫封喉甘 动作顺劫 毒无比 见血封喉 少龙你真是大命啊 杭少龙听到也吐了一口冷气 当时 他全部凭借着自己多年训练的本能反应 加上毒蛇要咬的是他的脚 才可以及时松脚跳出车外 哎呀 这下真是很危险啊 赵木啪啪他的肩头就说 好彩你和我挡了这一剑 如果不是真的可能被他得了一手 我看他跑到哪里 这个时候 有个骑士走过来 在赵木的耳朵边说了几句话 赵木听到很高兴 马上的杭少龙说 我入急事要马上见戴王 遲点再和你研究刺客的事 说完之后就带了百多龙卫士上马而去 杭少龙听到觉得很奇怪 赵木究竟又听到什么消息会那么兴奋呢 但这个时候都无谓想了 于是他骑过一匹马 在十二龙卫士的促勇之下回到乌府 一回到乌府之后 逃方马上扯了他见乌姻园 杭少龙坐下之后 乌士罗乌姻园两个人出来 乌士罗说 秦超王死了啦 杭少龙很忙着地望着乌士罗心想 秦超王又不是你老豆 死就死啦 有什么这么紧要 逃方看他的神色知道他不明白其中一个关键 秦超王应白 所以我们也要担心 赵王会不会趁这个机会加速对付我们 呼应完 谈一口气 这个都不是我们最担心的 我们一向都跟秦国的吕不韦有联系 这个人家财雄厚又有手段 本来可以作为我们的大靠山 但是现在新继维的秦超民王 表面上 虽然对这个救回他儿子的大商家 好像很恭敬 但是始终顾忌他是韩人 你看看呂不韦 去到秦国之后 只不过做一个食一千户的客卿 毫无失传 就知道秦超民王 其实不信得吕不韦过 现在他登上皇位 吕不韦可能屯世不保 这样我们跟秦人的联系就会中团 杭少龙听到访言大悟 那吕不韦现在 是不是想通过我们把刑政搞回咸阳呢 三个人听到这句话 当堂面上露出了很惊讶的神色 看着他 好像第一次认识他那样 三个人交换了眼色之后 吕士罗才心急一口气说 超龙你真是见识过人 眼如中的 但是这件事千万可以泄露出去 如果不是 明天烏家的城堡 就一片鸦片都流不回 杭少龙心想 我不是见识过人 而是我早就已经知道明白 我还知道 刑政根本是趙基和吕不韦生的儿子 是吕不韦送给秦始皇明以上的父亲 二人之前就已经怀了个身体 不过后来有些历史学家也指出 秦始皇对吕不韦的手段很残忍 看来吕不韦又不是很像刑政的生虎 哎 总之这群糊涂将哪个都搞不清 总之 雷不韦想将刑政 现在都搞到咸阳 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呼应原说 四大公子之中 赵国的平原军死了 楚国的春生军是一界勇采 可以不倫 齐国的孟常军清病涉饮 现在只剩下魏国的信宁军无忌 这个人精通兵法 手下的谋士勇将不计其数 王日炎就是平原军夫人 和他的姐弟之情 所以对赵国都很眷顾 现在平原军死了 恐怕也会有所变化 穆士罗怎样怎样逃 秦皇现在一死 本来已经复杂的形势更加复杂 但对我们是有理无可 因为赵国一定要借强秦幽兵之制 是大肆狂张 所以他没有时间对付我们 也不然因为对付我们而动摇根本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松重报知 就是天助我也 大家又谈了一阵 立下了一个策略 暂时不要跟吕不韦联络 更加不要碰现在作为人质的刑政 在他静观其变的策略之后 先各自散去 杭笑龙这样才有机会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这里 烏庭坊已经和他起名的隐龙居 自己也搬来 和他共享温柔快乐 杭笑龙涌着娇妻尾皮 正是想在温柔乡之中 大享欢乐的时候 谁知 他又在指引到 说赵王急急召他去皇宫 胡亭坊亭坊事的 大家都很不舍得 但也没有办法 只要放杭笑龙匆匆而去 赵王在偏见他 里面的人 除了有赵木之外 还有雅夫人和郭总 另外还有两个 经引荐之后 原来其中一个 就是大名鼎鼎 刚刚由燕国交战的前线 赶回来的大将廉婆 另外一个人 就是将军李牧 李牧的身形非常挺拔高手 被杭笑龙只叫了两寸 在那个时代来说相当高 年纪未过四十 貌上威严 几种军人的硬朗和风采 廉婆和李牧 两人都很流神地打量着杭笑龙 他一坐下 旁边的赵木就很严肃地说 笑龙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多么幸运 还未上饮 其实有一件很紧要的任务 要由你负责 各位 那究竟 杭笑龙有一件什么的任务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说到 赵木对杭笑龙说 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 要交给你负责 杭笑龙立刻赦因 但又不知什么回事 赵王微微一笑 我看真的没有给你更合适的人选 做这件任务 不单是用武概誓 膽色个人 还要积境充敏 随积应变 笑龙如果你能够完成这件任务 回来之后不单是重重有赏 还会升任你为将 杭笑龙说 大王即管吩咐 小臣赴汤到火在所不迟 这句说话 刚刚说完 在场的六双眼 全部都钉在身上 赵王向上国联颇很恭敬地问 上国 你看这个人可不可以用呢 联颇双眼晶光闪动 嗯 笑龙只是他 他一个大兵违 进来见到我们之后 依然可以保持冷若止水的心境 显然是有胆有色之人 举动之间 流露出见守风范 毫无缺点可惨 更加难得 但我最欣赏的还是 他明知任务不易做 无露出协议 听到报酬 亦都没有露出喜悉 能有这样的人才 乃是我大兆之福 雅夫人听到这个得高望重的怜婆 居然这么赞赏自己的外郎 不那么芳心切起 偷偷望了眼赵木 看到赵木眼内露出很妒忌的神色 而且用闪过一尸的杀姬 显然他对汉笑龙已经有杀意 汉笑龙的心想 看来真是人如其名 这个怜婆的眼光这么厉害 怪都可以成为战国的名将 即刻就牵阳一番 赵王听到开怀大笑 真是天佑我赵国 天佑我赵国 另一转头赵木说 巨鹿后 请你将今次的任务 和笑龙说一下 赵木扮出笑容很温和 今次的任务表面上看上来很简单 一天笑龙带领五百骑兵 护送平原夫人的母子和牙夫人去艾国探亲 以及对艾国进行亲善的访问 来众肯定另有缘虚 不如由郭先生亲自说出来 汉笑龙忍愿打了个特颓 平原夫人的子就是少元军 他和自己的世成水火 为何要自己护送他呢 亚夫人又为了什么理由去魏国呢 郭中是小声的 最近魏国的信明军得了一套白书 上面收录了老国一代的考将 公孙班 对各种工房器械的详细制作方法 一同一百零八件 其中有一篇流落出来 在我手里面 讲的是工程的云梯的制作办法 这把云梯已经远超现在各国云梯的水平 如果能够拿到这本老公秘录 我们大致就可以成为霸主 魏国 也不能够接此青红了 在旁边一直未出声的李牧 如何点头 我也听过这件事 听说其中有一篇 讲述兵器的注制办法 可以通过新的培访和断造的过程 使铁变成更加坚硬的尖港 如果得到这篇秘录 我们可以拥有优良的武器 赵王怎么点头有点担心 信邻君的为人精明 手下能人更多 幸好王妹和她有一段香火情 所以她不断收书 要求王妹去魏广 我们现在才有这么好的借口 派你把王妹送回去 杭少龙心想原来是这样 她恶然地望望阿夫人 寄起她是偷窃情报的高手 怪不得 原来她和信邻君也有一段香火情 显然也为了探听情报 阿夫人被她看得面色有点发达 低头不敢出声 莲婆李目的大家交换一个眼神 心知肚明是什么回事 赵木见到更加妒忌 对这个有强意占有欲的人来说 就算是她舍弃了一个女人 也不希望她身心被另外的男人占有 莲婆看了赵木一眼 很平淡地说 巨鹿侯曾经提议过很多人 但都被我反对 因为他们的底势 都被信邻君摩得一清而楚 我难有作为 阿夫人推荐了少龙 少龙 你应该感激她 给你一个这么好的表现机会 河少龙一听马上就知道 莲婆和赵木的关系就不太好 所以才当着大家面来落她面 她不敢看赵木 马上就问 那什么时候起程呢 赵王说 我们已经派人快马去知会信邻君 应该五日之内就可以起程了 李将军就会派先头部队 为你们沿途打点一切 而赵木根就说 那这五日少龙就不可以回去乌府了 要留在宫内直到起程 会派人通知乌家 他们也派人带些东西来探问你 或者给你的 明白了吧 河少龙望望郭仲突然心一动 他说 我想到一些 对这个任务有些作用的小玩意 不知道可不可以由公杖打造出来呢 众人听到都觉得奇怪 郭仲就说 那就容易了 我派一个专人来服侍你 无论有多难 无必在五日之内跟你完成 河少龙的心很高兴 他心想 随便选几件以前的特种部队用的轻巧用具 包补可以完成老班所谓的那些巧器 不过 他分开几个零件 分别叫国众人打造 再由自己去到魏国之后再行装配 那就不用怕对方会学会这个超越了几千年的技术 当晚 赵雅在皇宫里面 找一个地方和河少龙相宿相亲 当然 雅夫人也使他享尽了温柔 第一 国众派的工匠就来了 河少龙花了两个多时辰 先向他说清楚要做些什么 那个工匠看着河少龙画的图样一头无水走去 雅夫人见他画图的时候头头是到 追问他究竟要做些什么出来 河少龙只是微笑不答 当然 他不是想做把手枪 又或者做些什么厉害的现代兵器 只希望 拥有些方便做间谍或者逃走的装备和工具 这几天 他还要好好在皇宫里面练习奇述 这是他最薄弱的一环 在这个时代 要好好地生存下去 能够保护自己所爱的人 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比别人更加强横更加狠辣 捨此之外再无他途 这个时候的河少龙 已经没有了刚刚来到古代的时候 那种追逐星色的心境 他逐渐明白 在这个时代的女人 为什么这么容易一拍即合 关键是在于通讯 在现代 要交换一个电话 随时可以联络得上 而是这个远古的时代 你想送信靠的就是人名 而这件事 只是有身份的人的换意 所以一面之缘之后 以后可能再无相见之日 只是因为这样 有些女生 先见到一个英伟的男人之后 直接追在他后面 要找尋一个 可以和自己共同一席之缘的机会 现在皇宫里面 有亚夫人的曲衣奉承 还有他身边带着几名婢女 杭小龙真的觉得 人生至此 符伏何求 但在这个古代的世界 又欢乐 也满于危机 这一天 亚夫人见到八年婢女为她爱过后 就进来 回到环境里面说 王兄和年婆都这么看得起你 这件事 赵牧一定更加到其狠 刚才他派人来赵我 比我完美绝 一定对你更有恨意 虽然 现在你对他有利用的价值 不会随便翻面 但是始终会报局害你 有些事想例 王兄姐妹帮他 也不会帮你的 杭小龙心想 难道我又肯放过他吗 一想起疏而知死 自己也一定要报这个仇恨 亚夫人看他的神色 这些神色暗言 还以为他担心赵牧 就说 赵牧下面有两条走狗 一个大夫国开 另一个将军落成 一文一武 两个东西都很坏 现在不在寒丹 如果你看到面 一定要小心应付 杭小龙记起秦始皇 就问 秦国有个人质的刑整 好像留在我们这里 究竟他是什么人 亚夫人一听 当堂面上露出很不适的神色 哼 这个人的样子 生得上貌堂堂 比一般秦国的人 还要高大灰 但人胆小鱼鼠 畏首畏尾 烂成大树 整天都在脂粉丛中打滚 有什么用 杭小龙听他音乐失声而叫 什么 他是这样的人吗 亚夫人看见到这样很奇怪 为什么你对他好像很感兴趣 杭小龙子那些一阵心乱 秦始皇 是他来到古代之后一直心里的期待和梦想 说到底 他自己始终是一个忠心于国家的军人 自然 对这个一手剃造出中国伟丹主席 生出尽忠之心 但是如果秦始皇 只是他沉迷女色的人 那豈不是连自己唯一的希望和目标都没有 不过历史 不会坐得这么离谱 一定是秦始皇 或者骄照人特意扮成这样的样子 没错 一定是这样 想到这里才轻松 秦国现在这么强大 所以我对他 有点兴趣 亚夫人也没有疑心说 秦人是最残暴野蛮的 他逃散了我们几十万人 对女人更加粗暴 没有人怕秦兵 所以我们零死都不肯落在他们手里 杭小龙忍不住又问 那刑政这个人的体格好不好 亚夫人摸摸他欢呼的胸膛说 比你都不知道差得多远 如果有人告诉我 他刚才死了 我一点都不会惊讶 好像他那样的人 时时刻刻 都只懂得抱着女人作囊 熬到现在都算出奇了 他走几步蛇级都要喘气 不过这也不怪他 一来他妈趙姬 对他过分宠爱 而且更要命的是赵木他们 特意引他沉迷走息 十一岁就靠他喝酒作乐 又猛地送各国的美女给他 他一个这样的审人 怎会打持得住 杭笑龙尾魂真是听到目灯口呆 因为各样东西都可以办 健康这东西真的办不到 难道历史错了 形正不是秦始皇 一想到这里 当堂就心情蜡 在亚夫人手上 连喝了几杯热酒 又灌亚夫人来喝了几杯 这时他心情抑鬱 只是想用刺激来麻醉自己 于是 就跟亚夫人的恩怜道奉起上来 翌日 那个吉光来找他 带他去试着了 赶制好护甲 杭笑龙的体格灰雾 穿好护甲戴上头盔之后 真好像天神一样 看到宫女人人都觉得很陶醉 另一个同级的大兵未成衰 就陪他走一阵皇宫四周围 要巡视的地方 然后将他拉在一边 大家都是兄弟 有些事要对你说 千万不要独自走入正宫 越多人陪就越好 杭笑龙听到很奇怪的追问原因 成衰小声说 政宫里面除了侍臣之外 那些妃笨侍女超过五百人 得闲无聊 什么事都做得出 好像你这么威武的壮男 让你们看到 谁都肯放你出来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杭笑龙听到 杜秋有凉气 什么大王不理这些事 成衰别有心意的苦笑 大王连自己的妃笨都没有空去理 偏管这些事 有家人 在京城里面更好一些 可以借机回家探亲 找人鬼运 那些外国见过来的女子 连宫门都走出半步 看到你这些壮男 还如狼似虎 杭笑龙忍忍明白 原来孝成王是喜欢男人的 怪不得自己的机车 他都没有时间来 又聊了几个聊天 杭笑龙拎回亚夫人的行工 刚刚走近东面的工场 有两个美丽的工女追上来说 小匹等兵卫大人等了半天 我就尼夫人请兵卫大人过去相见 杭笑龙听得很头痛 诚衰虽然有警告在先 他以为只是正宫危险 为什么原来东宫这里 都不是安全的地带 他即时就说 哎呀 请两位向尼夫人请聚 卑职日急事要赶到面稳雅夫人 匆匆忙忙走了去 回到行工里面 有两名妃女走上前 夫人现在亲自下线房 为公子煮饭 另一名妃女说 我们服侍了夫人这么多年 还第一次见她入厨 杭笑龙心想 哎呀这样就糟了 她做出来的东西 不知道多难吃都可以了 好 不过心里面也感动 想起自己在乌家的妻皮 又有些伤私之苦 自己在这里灰雄以趣 她们却是要独守空房 那妻女少了的小小声说 三公主来探夫人 现在也在善房里面 那里面除了雅夫人之外 我们三公主是最漂亮的了 杭笑龙心也感到很好奇 就立刻进去善房 去见雅夫人 刚刚走进了内衔 就看到雅夫人和另一个工装美女 在善房那里走出来 跟她刚刚遇到 杭笑龙望下那个女子 见她的年纪不超过十七岁 但是她的样子生得非常贵气 虽然没有雅夫人 魔鬼一样的身材 但是骨肉云正姿态优雅 就像一朵珍贵的鲜花 文静之中充满了人的风枝 她见到杭笑龙 那对好像会说话的眼 即时向她欣勤问好 她的衣袖很宽 下摆长长地躺在地上 肩膀上披着一条大围巾 法继非常精巧 又特色 在殡角 用狮线穿成的珠花 谁在两边搏遮云笨 使她显得分外的娇笑多枝 使杭笑龙双眼放光 除了有她的滋容之外 就更加她不是自己 心中所想的人妈当女 而是气浪神清 有一种欲杰兵清 雅丽高贵的动人气质 和美严不可荒蜜的 雅夫人定肩而立 真是春兰秋的角性善长 当她发现 杭笑龙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时候 不禁面色红 低下她的头 但是 一点都没有不高兴的神色 一股少女健康的忧香隐隐传入 杭笑龙也忍着大力呼吸了一下 雅夫人看着她一眼 就和她两人作了介绍 杭笑龙立刻对金枝玉叶行礼 雅夫人跟着把三公主请入内堂坐下 然后拉着杭笑龙在旁边 小小声说 那 我们三公主这位赵贤 无论她对你多有意思都好 你都不能够坏她精操 因为今次她会跟着艺统 做储君的正室妃子 魏国人如果发现她不是圆壁 就会把她退回来 那你马上就大祸临头了 杭笑龙金魂真是可惜了 无论她已经拥有了多少美女 依然强烈感到这个很大的遗憾 雅夫人陪着杭笑龙走入圈内 三公主赵善站站起来 给了杭笑龙的眼光说 夫人赵善要回去了 杭笑龙心想 既然是这样就少见面也好 如果不是越看越不舍得就惨了 这个赵善给人一种既文静又好 又有咸仰的感觉 雅夫人也不玩牛 就把她送出门外 翻转头就说 杭狼你真是魅力惊人 使我们的女儿现在都没办法抵挡 连赵善也不敢见你太久 才是匆匆而逃 我看你不知有没有本领 收拾魏国最有名的美人石材女 杭笑龙听到觉得很奇怪 谁是石材女 雅夫人就说 她不是姓醒 而是因为她才高八斗 十六岁的时候 她写的文章就驚动四方 虽然生得傾国傾省 但是她从来都不把任何的男人放在眼内 到现在已经满二十岁了 还是不肯嫁人 各国对她有所青来的明公子 世家子弟都一一与杀而回 所以有些人是全孙 但她天生是一个石女 不会对任何的男子动情 听到这番说话 杭笑龙的心都忍不住起来 所谓越难到手的东西越珍贵 这件事就自古而言 她忍不住问 她就算不想嫁人 但你这些事到她作主吗 哎呀你是不是心动 她和秦国著名的美人寡父青 可以说的国有千秋 都有能够以保持精洁而文明的 石材女地位超然 是因为她的琴技文才都无人可及 见到她的人 自己都觉得很残疾 你不敢唐突她 所以魏王和信铃君都很维护她 有两个大靠山 还有哪个敢敢来 杭郎 你的文才其实才是天下无伤 说不定有机会 你会打动她的芳心呢 杭笑龙听到暗叫惭愧 她知道那天自己偷了前人的名居 用来献给亚夫人 所以她以为自己的文才很了得天 即时拆开话题 说了黎夫人要她相见的事 亚夫人听到过了恶言 很不相信 她居然都会找男人的吗 杭笑龙有点尴尬 或者我误会了她的意思呢 哎呀 那怎么会误会呢 我看这个美人 为丈夫守着守了九年之后 终于冻了春心了 都是你不好了 那天比劍的时候 变得这么有男儿肺盖 谁不为你放心那么许 只是想不到 尼夫人这么有修养的人 都不可以例外 她唯一够胆跟我争你的人 因为她是皇兄最敬重的唐妹 而我呢 就是她最宠信最痛惜的妹 说到这里 娇美一笑 要不要用个穿针印线 让你和她共度春宵 杭笑龙即时令头说 哎呀我连她高矮肥瘦都不知道 万一你为了敬重她而骗我 那我豈不是变了免费的男妓 咦 雅夫人对那些新鲜用语 一时间听不明 想一会 才笑起来说 哎呀兵卫大人 我为何欺骗你 不怕被你责罚 那需要不需要 人家带你去看看她 也看看她的心事被我揭开 那时候 我看她害羞成什么样 咦咦咦 不准你乱迷 如果你利用我洗尼夫人难堪 我怎样都不会放过你 这个时候 有个屁来来稳告 说乌家派人送了很重要的东西 要来交给杭笑龙 那雅夫人点点头就叫人入来了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说到 突然外面的人进来稳告 说乌府的人送人进来给杭笑龙 那样 雅夫人看看杭笑龙 见她也很心急地 望着门口 就立刻叫 请他们进来 那样 原来 来的是桃坊 还有是乌亭坊 这个大美人 乌亭坊呢 是因为见到杭笑龙 这么多天都没回来 她心里非常挂念 整天的前室桃 和乌影院 希望他们带自己入皇宫 去见杭笑龙 乌影院 怕着他入皇宫 遇到赵王 又或者赵木 出什么事 那就不行了 后来被他前到没办法 才叫逃方 把他扮成男装 偷偷地把他带进去 去找雅夫人 雅夫人想着 以后跟杭笑龙 相宿相亲 所以 和乌家一定要搞好关系 才可以 所以亦曲意讨好乌亭坊 还把他留在宫内 说 趁现在还没出饭 这几天 自己和乌亭坊 在宫内好好陪杭笑龙 乌亭坊听到高兴到什么 而逃方 就带了杭笑龙把木件和衣服来 跟着 向他洗了眼色 两个人走出厅 杭笑龙小声 将赵王 要他保护雅夫人 去魏国出事的事情 一刻 要这样说出来 逃方听他皱了眉头 他小声说 信仁彬这个人自计过瘾 手下又有很多能人 他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笑龙你千万要小心 不过魏国 我们也有人在 我快去安排一下 看看可以怎样帮你手 约定了见面的暗号 雅夫人就和宫天起地的乌亭坊 走出来 乌亭坊说 徒公你自己回去 告诉亭姐姐不要担心 芳儿留在那儿服侍汉郎 逃方听到 知道亚夫人已经答应 将乌亭坊留下来 如释重复 向亚夫人多谢了几声 就走了 看来 他被乌亭坊也不知道 浅得多辛苦 杭笑龙看到 原来去魏国之前的几天 自己可以有美相伴 当晚 当然是狼情业 以自己心情都好了很多 第二天一醒 在亚夫人那几个痞女的服侍之下 换上头盔甲就精神斗手的 赶上练武场 想练习骑射 那帮禁卫军 这个时候都当了 因为杭笑龙是新的英雄偶将 谁知他又不摆架子 所以人缘都不知道多好 当他拆马骑射 弯弓搭战 射中把心的时候 全场都轰然喝彩 突然间 众人一起跪下 杭笑龙一看 原来赵王来了 身边 还站着个亭亭欲立的年轻贵妇 她即时都跪在地上 但是偷偷打量那个贵妇 只见她生得微弱春山 眼如秋水 清丽明媚 但是神态端庄 一种想然不可侵犯的高贵气派 怎都不像阿夫人那种 艳势未寒的荡女风之 赵王叫众人继续练斩 原来就叫了杭笑龙过去 很高兴的 笑龙那么勤于练武 寡人好欣慰 杭笑龙心想 我练武为了自己的命 怎会为了你 不过嘴当然不会这么说 只听了赵王就说 你过来拜见尼夫人 她有事要求你 杭笑龙一听 这个就是尼夫人 立刻向她行礼 她心想 自己当时还以为 这个尼夫人就像赵雅那样 也都是个正是 勾引男人的荡女 所以才叫人来找自己 原来看她这样的样子 自己人误会了她 她这么端章 我怎么公然勾引男人 赵王这个时候又说了 尼夫人告诉我 你曾经拒绝她的邀请 我初时听到 真的有点不高兴 但接着猜到 笑龙误会了夫人的意思 以为和男女之情有关 可谓不知者不罪 也可见笑龙为了未来的任务 把持得很定 所以寡人不单止不怪你 还好欣赏你 杭笑龙听到暗叫惭愧 心想 唉 我都因为 怕自己应付不了这么多美女 又不知道这个尼夫人的掌相是如何 所以才软言拒绝 但是表面上 当然是成王成孔地请罪 赵王就向尼夫人笑着说 那 笑龙我就暂时交给你了 说完之后 就有些禁卫军的护卫之下走了 杭笑龙就马上打量了尼夫人 结果尼夫人也在打量着她 两个人眼光一捧 尼夫人当堂面都红了 低头就说 照你行事妄创 使先生误会天 杭笑龙见到她兵肌肉骨 皮肤是晶莹剔透 虽然论容貌就比不上赵瓦那么厌丽 杭笑你也比不上乌亭坊 但是 就另有一种楚楚动人的 悠闲无微的风之 使人倾倒 她心想 唉 如果是误会 那就真是差点了 你说如果不是误会 那多好呢 尼夫人说 这些人多 先生 请到我住的地方聊聊聊 以及顺便见下 我个还月的孩儿 杭笑龙的心一动 想到这件事 一定跟她的儿子有关 这个时代的女子 人人都很早婚 说不定尼夫人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嫁了人 所以不要看她现在二十多岁的年纪 有个十多岁的儿子是绝不稀奇的 这时是一辆马车洗的来 尼夫人坐在车里面 顺笑龙自知自己身份低微 于是騎上马跟在马车后面 没多久 就来到那天 那两个工女来邀请她的地方 马车转入了一所庭院 入到大厅里面 两人分奔主坐落 尼夫人的心好像有些慌乱 喝了几口茶才看她 然后就说 今次 请先生来这里 实在有一件事 想请求先生 项笑龙看到她 一直都不用官职称呼自己 而叫自己做先生 一早就估到她几成的来衣 于是尼少说 是否和小公子有关呢 唉 就是为了这个怀劣的孩儿 先夫战死沙场之后 切身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她身上 谁知道她生性蠻烈 不知自爱 终日都只顾换耍 十元仔个个都喜欢玩的啦 尼夫人听这句当同意 就更红啦 她说 但是 她不是玩一般的东西呢 也是调戏宫内的女仔啊 什么啊 她 她多少岁啊 尼夫人有点不好意思的嘛 到年底就足十四岁的啦 项笑龙当堂木登口哀 看见她这样 尼夫人很无奈的嘛 切身已经找了很多有名的学者指导她 但谁都没有她办法 一转眼就不见了她了 她除了对切身还有一些怕之外 我身边的痞女仆人全都怕了她 唉 我真的不知怎样说好啊 项笑龙听到 低头刚刚想喝一口茶 突然间 一声女子的尖叫传来 尼夫人见识一寸 就站身 匆匆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去 项笑龙又怕她有危险 又跟在后面 刚刚走入内堂 就见到一个身形粗壮的沈蚊仔 将她的痞女按在墙上 对她呢 就百般欺笑调闹 在旁边 虽然有几个人站在那 就不敢拦阻 尼夫人见到好火滚了 她就会说 畜生 你还不快和我住寿 她说小公子吓了一条 放开她的痞女 转身就说 妈 你不是去了找大王吗 是少君告诉我 不听的 说完之后 双眼钉着 项笑龙 充满了不屑的神色 她的痞女趁机 立刻哭着走了 尼夫人激到一句说话都说不出 项笑龙看得暗暗点头 心想 看来这个小子自笑杂母 虽身高力大 又和赵国的储君交情很好 自然天不怕时地不怕 哪个都管不了她 也不敢管她 她小小年纪 就沾染了皇室的淫眉之风 真是使人感叹 小公子打邪看了两眼 项笑龙 哼 你就是那个项笑龙 看见本公子 为何还不下跪 尼夫人渴 斗胆 你知不知 由今天起 河先生就是你的老师 是你应该跪他才是 小公子吓吓一笑 阿妈 这句说话你就错了 君臣之间 上下之礼 怎可轻费 他扣过头之后 我肯不肯给他教 还要看他有什么本事 尼夫人生怒到一股脚正想骂他 项笑龙微微一笑 夫人不用生气 你们避开一会儿 等我和这个小公子聊天 那个小公子见到项笑龙全身盔甲 威武不凡 亦感到有点心寒 哼 哪有兴趣跟你聊天 另转身想从后门撩走 尼夫人叫他也不听 眼睛看着他就走出去 怎知走这个时候 才听到风声一响 接着小公子 耳边一喊 啪的声 一把匕首 贴着面一擦擦过 钉到门框那里 小公子咳得双脚一软 当堂停下不敢动 尼夫人和整班匹女 都咳得花容失色 大家都不敢出声 心想如果那把匕首 歪了一点 会有什么后果 小公子更加咳得 小公子气得双脚一软 天青口唇白转转身 指着杭小龙说 妈妈 他想杀我 他想杀我 快点找人捉住他 杭小龙双眼射出凌厉的寒光 看着他说 你这算什么本事 你呀 立刻屠修声 平朝早过来的时候 如果见不到 就在书房等我 呵呵 那你就别怪我 下手都无情了 走啦 小公子气得面都白了 狠狠地一顿脚 恶狠地指着他 好 我们看着是 看看哪个怕哪个 转转头 就撩到后门 转眼间就走了 杭小龙哪会把小子摆在心里 乘机向尼夫人告辞 尼夫人就说 那杯茶你还没喝呢 杭小龙心想 哎呀 那么快又不舍得我走 美人 你是不是心动啊 他潇洒地笑一笑 然后 拿回一把匕首 同时他心 突然想起一个念头 心想 说到射箭 可能很多人都比自己出色 但是扔飞刀呢 自己二十一世纪的特种兵训练营里面 练过来的本事 可能这个时代 都没有人及得上自己 不过飞刀呢 带不得那么多把 如果改用以前的特种部队 惯用五寸钢钉 那么随便可以带几百枝 身上都可以办到啦 而且杀伤力更加可怕 打定主意之后 就决定叫各种的人马上打草 他另转身 原来这个时候 尼夫人刚刚跟着来到他身后 两个人近距离打这个照面 当堂嚇到尼夫人 听着一声 退后了两步 有点手足无躁 杭笑龙一看他那么神色 就是知道这个精折高贵的成熟美女 似乎放心有点冷了 江桐的心都不知多高兴 否则有其他侍女在旁边 自己那种风流过性忍不住 要上前挑逗他 尼夫人面都红细地对他说 先生 请 项笑龙跟他回到前厅 喝一由他亲手为他换过的热茶 再次告辞 尼夫人的心 对项笑龙更加敬重 他以前接触的男人 除了像赵王这些有血缘的近亲之外 其他人个个对他一见到 就已经有点不为好意 一方面那些男人喜欢的是他美丽的肉体 另一方面也都想向人夸耀 征服了他的哲苦 他最恨的是这些角色 也都最恨是那些色迷迷的嘴脸 不过眼前这个烟昂也充满英雄气概的男子 他又使他感受不到那种厌烦 尤其他刚才扔出飞刀的时候 那种充满自信和力量的英知 使他已经厌倦了异性很久的芳心 都不禁开始心动 尼夫人见到人家再次告辞 再也找不到挽留他的藉口 于是欣勤地送到他门口 然后就对他小小声地叮咛说 先生明早早点来这里 妾身就把我的儿子小盘交给你了 杭笑龙听到什么句话差点充满意出 那你呢 你是不是也交给我 不过当然不敢那么无礼 微微一笑 他说 夫人 我管教慎文仔的方法 可能不像你想象中那样 希望夫人可以接受最好 如果不是的话 随时可以把我解聘 只为先生的方法 接身一定接受 哎呀 我真是大意了 都不记得问一下 先生你要多少报酬才对呢 杭笑龙哈哈一笑就说 一个慈母能够为他儿子 而做出这样的事 我已经觉得是很值得的了 你的这份慈爱 就算是对我的酬劳 杭笑龙回到赵雅的别院 突然间 雅夫人也回来了 带来了一个很惊人的消息 就是盈政的阿爷 现在登位不够三天的秦孝文王 忽然死了 现在呢 是由盈政的父亲二人 继位为庄商王 雅夫人说 孝文王今年才五十三岁 他虽然一向体药多病 不过今次呢 他是因为吃了 吕不韦献上的药而死的 所以人人都怀疑 吕不韦暗中落了手脚 不过外于庄商王 和吕不韦的关系 才感怒而不敢言 哎呀 这个人野心很大 手段又非常独懒 现在各国都人人自尼 怕着秦军很快就有东侵 吭笑龙听得又惊又喜 心想 哎呀 这个情节和电影之中果然一样 但是 他知道呂不韦现在守着的任务 又不是侵略六广 而是首先要把宝贝仔形劲 搞回咸阳 然后再想办法 谋杀商王 那秦军的王位就会落入他儿子的手里 那等于自己做了太上王 雅夫人跟着说 呂不韦她做了很久商人 各国的情形她都很熟 如果被她当拳 后果会很严重 商人都是些讲求实力 不顾信义之徒 这样的人 哎呀想想都教人心寒 杭笑龙现在想的他是刑政 一向以来 那些历史学家都不明白 为什么他父亲二人 当年和呂不韦逃离寒丹的时候 为了免治赵人疑心 所以特意留下赵姬和刑政两母子 而赵人呢 他不杀刑政两母子 为他们使得二人逃跑而出起 现在他才明白 看来这个一定是赵姬的阴谋 特意用酒色来消磨刑战的意志 使他变成一个没用的人 将来可以用他来和秦人做交易 就算被他回到国家坐上皇位 一个这么纷容的人 对秦国也有害无利 这只是一石二秒之计 可以说的非常独立 现在看来赵姬已经成功了 那么秦子皇还凭什么统一六国呢 他真的想不明白 看不到秦子皇他就绝对不会死心 现在可以想象 二人继位成秦皇 成为储君的刑政一定身价标升 正是期货可居 召人对他的监视更加严密 那自己又怎样可以见到他 又不用人怀疑的呢 胡亭康见到杭少龙咒了微头忍不住问 杭狼 你在想什么呀 杭少龙震一震 才在沉思之中醒悟过来 见到亚夫人目光景景看着自己 立即拆开话题说 现在在秦国哪个人做宰相呢 情形又怎样呢 唉 雅夫人叹了一口气 哪个人做宰相都不紧要 我看这个位置 迟早都会落在吕不韦手里面的 雅姐姐 胡亭康很奇怪了 为什么你们这么怕秦人呢 雅夫人有点无奈地说 不是我们怕 而是没有人怕他 你看我们赵国就清楚了 个个都沉在那些纯走美人 荒人枝极的生命里面 敌人冰临城下的时候就震作一下 敌人一走了又固态覆盟 而秦人呢 他又保持着 以前蜒移之地的黑苦内劳 尽量不受南方的风气沾染 相要在秦国呢 就实行禁止思书的政产 即是奉认秦人禁止思书 博必富强的心态 奴家虽然知道 哪个对哪个错 但你看看人家秦人 日益强大 那就即是说 人家禁思书都是有道理的了 汉少龙现在才知道 原来秦始皇在焚书坑余之前 商鞅已经早就做了一次 实行一次消输 雅夫人跟着说 范礼拜上之前 秦国的大权呢 就旁落在盈侯的手上 掌权的全部都是他那派的人 採取所谓远攻近交的策略 使秦国长年勞思远征 国力消耗 后来秦超商王 和范礼密某 抢了个军权 改成远交近攻 和齐楚修好 全力对付韩国和我们 那才有长平之战 王兄又走出了家 哎 汉少龙见他神色妻然 就知道想起 丧生在长平之中的召喀 咳了他一口就说 以前的事不要再想了 赵雅点一点头继续说 迎候落台之后 他的嫡系大将白喜 和范礼一向不和 白喜在长平一战 坑杀了我四十万召军的杭卒 手段都不知多残忍 范礼用这件事大造文章 最后廣复秦皇 将白喜整族诛灭 这件事也引起了秦国重仗 对范礼这个外籍人的仇视 后面就找个机会 请了英国来的客卿 赵雅取代了他的上位 不过现在屡不畏水涨船高 看来赵雅也好景不长 汉笑龙听到意气索言 只感到前途一片灰陡 这个时代 真是个个都为自己的私利 动手就要杀人 唉 这个算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啊 他抱着这两个心爱的女人的腰 这一口气 嗨 什么都不要想了 今早又走今早醉 明日有仇 明日仇啊 哎呀 算了 我们马上入房行乐 两名美女一听 双眼都光起上来 一起暗暗念啊 今早又走今早醉 明日仇来明日仇 哎呀 汉郎你说得真是动听了 各位 这句话呢 现在我们很多人少不懂文化 不懂得说出来的 那为什么阿夫人会觉得 哎呀 这句话说得这么好 这么动听呢 当然了 这两句诗 那是出自唐朝时候 罗隐这个丑才子 一首诗里面的名句 这个罗隐呢 听到晚唐时候 一个才华很出众的才子 但是她的才华出众 就是跟她的容貌丑陋 一样的那么有名 听说有一次 有位当朝丞相的女儿呢 从小就很爱慕这个罗隐 很喜欢她的诗词的 谁知 后来请父亲叫这个罗隐 上门给她看一下 谁知一看到她的样子 这位小姐马上走进租楼 坚决不肯再出来了 从此以后也不再看罗隐的诗 你说这个人丑陋到什么样子呢 也很难想象 也有她的样子丑 所以虽然文章写得好 但是联考了六次事 都始终未录取得到 自己又空有一身的才华 又没有办法入仕途报国 所以当时呢 就写了一首 抒发自己心情抑郁的诗 叫自遣 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得即高歌失即幽 多仇亦又有 今朝又走今朝醉 明一首来明一首 这首诗现在可能不是那么多人记得 但是后面那两句说话 流传很广 成为从今天很多人都会说的 言语俗语 但是这两句说话 对比唐朝更早千多年的 这个战国时代来说 那些人听起来 他说是新鲜之极 池义也是浅白动人之景 你说又怎样这两个美女 不对汉少龙更加倾心呢 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情郎 不单止是武艺过人 而且又文彩非言 对他的心更加爱慕了 但是汉少龙这个时候 他说心情灰暗 只是觉得无论屡不畏 又或者形正照目照王 在这时代 没有个好人 人人都是自私自利之极 唉 自己只是一介无夫 又不懂得什么政治 要改变这个时代 真是痴人说梦 还不如及时行乐 不要再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好咯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改 上回我们说到 看见到尼夫人的环皮好色的儿子小盘 在左边的一重院落 那里慢慢向他入手 汉少龙心知肚明 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但他怎会害怕 那些十元的鬼计 一大大步走过去 小盘闪了入床院落之后 跟着又不见了 汉少龙心中暗笑 暗中提高警港 一旦走入院内 突然啪一声 一张大网 兜头兜面罩下来 汉少龙吓了一小 在地上一轮 避过一张网 若无其事 一旦旦飞在身上 啪啪身上的尘土 就是这个时候 院落里面有十多人 拿着剑 在埋伏的地方一齐跳出来 将他团团围堵 公子盘躲在一个大小孩后面 提醒他 就是他 打他 打他 汉少龙一看 心里暗暗好笑 这十多人的年纪 介绍在十四到十七岁之间 看他样子 都是皇室贵族的小恶霸 连群结队 现在对付他 那个被公子盘倚靠的 当然是赵国的储君 汉少龙心想 如果有机会被他表露身份 不就他打我 我不能打他 于是 撐一声 拔出飞鸿劍 向着公子盘直拖过去 那帮小孩 平时恶惯 个个都害怕他们 见到有人居然向他们动手 就害怕了上来 有两把剑 是瘡黄地向着汉少龙刺去 汉少龙啪啪两下 两技重的 踢到对方的虎口爆裂 把剑都掉落地 接着每人就踢他一脚屁股 踢到那两个嬌生惯养的公子哥儿 屁啪的惯在地上连声惨叫 汉少龙长声一笑 铁剑舞动 劲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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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都被他上了一脚屁股 踢到这帮太子党 嘿呀 当同是九甲不透 他又去张声使 嚇到他屁滚尿流 走得一干二净 当然了 公子盘就没那么好彩了 被汉少龙按在地上 用剑身 啪啪啪的连打了他屁股仔十几下 打到他放声大哭 然后再压起他的身 冷笑着说 你试试再哭一声 哭多一声 我就打到你十八 公子盘是底层见过那么兇的人 吓得即时收声 汉少龙这样才把他押回家 尼夫人听到风声 就立刻在门口接了他进去 公子盘一见到妈妈 知道有人始有靠山 马上哀哀声大哀起来 尼夫人见到屁股腫起 又哭得那么伤心 心都尺了 正想安慰他 汉少龙渴说 夫人你一是把他交给我 要是以后都不用我理 尼夫人听到吓得一跳 立刻跌下头说 那当然要把他交给先生 那就最好了 一手就插着公子盘 入了书房 啪的声关在房门 汉少龙渴说 坐下 公子盘这一下就真是害怕了 面青青的坐下了 汉少龙冷笑着看着他说 看你像什么样 自己没有本事要找人帮手 想以重灵寡 结果输了 一静就会哭 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公子盘是咬牙齿齿的 哼 你这不是英雄好汉 你大虾世 你如果怕我 你就不应该来惹我 你这个不是以大虾世的问题 是哪个强哪个样 公子盘当堂没声出 他猜不到汉少龙的持风这么厉害 想想他就说 哼 你舍你 你刚才踢了少君的屁股 他一定会告诉大王子 砍你的头 是好的 杭少龙叹一口气 唉 我见你年纪小小 但是已经懂得追求女子 还以为你是个有胆色 是个人物 谁知你打不赢人 就是懂得用了卑鄙手段 我看错了你了 懒了 公子盘很怀疑地看了一眼 爬起身转转身就想走 忍不住转转头说 我 我那天整股高屁女 你还当我是个人物吗 轻为淑女 有心求知 你个人之本性 但是 你要得到个美女的欢心 自然要靠自己的本事手段 要人真心地佩服你 爱慕你 仍是懂得此强另弱 算什么英雄啊 你如果有志气的 就要学得比我更加有本事 静静色色地打低我 赢得众人的尊敬 公子盘第一次听到 有人赞赏他 以前的行为 就是点点头 哼 你看出来 始终有一天 我会打败你的 杭少龙听过这么说 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引起他的好奇心 和增强好胜之心 就说 口头说下有什么用啊 懒 我最讨厌的 就是升得空口 说白话的无用之讨 希望你永远都不用上战场 如果不是 就不是被人屁股这么简单啊 各位 这个公子盘就是少年 少年人都很崇拜英雄的 杭少龙的样子生得非常威武好看 又曾经把他心目中的强人轻松地击拜 所以其实在公子盘的心里面 对杭少龙早就生出又劲又怕的心理 加上杭少龙的说话句句入耳 当堂减少敌意 坐下说 如果我听你的说话 你会不会教我刚才打人的本事啊 杭少龙双眼寒光一闪 哼 他冷笑一声说 你知不知道我的本事多么珍贵啊 就凭你妈妈一句话 就想教你 想学啊 通过考验才行 接着微微一笑他说 但是如果你听话 我不单可以使你成为 趙国真正的英雄和箭手 还可以教你 成为迷死女人的爱情高手 就看你愿不愿意学了 一番圆硬箭司 公子盘发面都发光 父亲死了之后 其实他一直都羡慕人家有父亲 而杭少龙这个形象 正好彩补了他的这个缺陷 不过这个他自己当然也不知道 但其实在他心里很渴望 有一个好像汉少龙 那样的人出现 沉淫他就说 那你如果说真的 我还要通过什么考验啊 杭少龙知道 对这个沉淫仔呢 只能够又客又疼 一下子呢 就不能太为难他 就站起来 把他拉起来 公子盘是受宠弱惊 怎料杭少龙呢 一手背他 然后用了他游道的手法 啪啪的声 将他打回到地上 他说 首先你学会挨打 挨得打的人 才有资格打架 公子盘虽然被他打到地上 兴高采烈地玩了一轮 那沉淫仔心声 哪里还记得什么仇口啊 只是觉得今天很可爱 很好玩 杭少龙摸摸他的头说 今天教这么多先 你找其他人试试我教的手段 如果你听教听话 将来一定会变得 好像我那样高大强壮 本事个人的 公子盘听的欢呼一声 断门而出 一只手在门口很担心的尼夫人 见到他儿子突然间 那么兴奋地冲了出去 他就看得目定口呆 他一点都不明白 自己这个这么怀烈的 沉淫仔 怎么会那么听搅 就变得那么灼弱 那么兴奋呢 杭少龙微微一笑 走到他身边说 夫人 如果我告诉你 刚才我教你的儿子 如何跟女人亲热 夫人会怎么想呢 尼夫人吓得 他整个身子震一震 看着他说 什么话 这个时候 发觉两人 躲得很近 自己几乎 躲在他身上 嚇到一刻 退了开去 但是 退了少半步 面都红了 一再也不肯 再退多半步了 河小龙就说 沉淫仔到了他这样的年纪 非常反叛好奇 夫人你越压制他 他越想 假破这个压制 所以 不如等他清楚自己做什么 会有什么后果 那会负上什么责任 他反而 会学会如何折制自己 知道没有 知道没有 他只有十三岁 夫人嫁人的时候多大 尼夫人发现一红 倒低头 就说 那时 妾身得十四岁 所以 他十三岁 在这个时代 已经不算小 这个时候 十五岁男人 有妻有妻 他大有人宰 加上他生存在宫廷之中 风气如此 夫人想阻止他不近女色 看来都很难做到 所以 对他的办法 只能疏到 就不能硬到 但是 妾身总觉得 他还有未懂事的十五岁 但是先生 你的想法真的很精辟独特 妾身从来都未听过 其他人有这样的看法 项笑龙趁机 看他身材多厉害 心想 唉 你都未知道 我这个现代人的本事 是怎样特别 如果有机会跟你上床 可能你才会真正领脈得到 妾夫人这个时候 亦都偷偷地打量她 见到她 雙眼放光地看着自己 当同身身震了震 先生 请自重 杭笑龙被她看穿自己的悉心 当同感到很尴尬 立刻借迟离开 妾夫人这个时候 其实也很心动 想狠留她 又找不到藉口 就只有把她送出门外 这一刻 两人心中有事 反而不敢再交谈 但是彼此之间 又强烈感受到 对方对自己那种吸引 回到亚夫人住的地方 忽然间有个侍臣找她 说赵王要召她入宫 杭笑龙听到很奇怪 就说 大王不是在外宫办事吗 卫士目无表情 小人只是奉命行事 其他事我都不知道 杭笑龙没有办法 只要来到政宫里面 侍卫将她身上的配件 和匕首 全部的武器都解禁 才准备进去里面 侍入到里面 杭笑龙感到有点不妥 原来两边站了十几个 非常操壮 像历史的人民 在殿前的台阶上面 有个高继云笨 穿着华衣彩服的贵妇人 摇着茶几旁 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在她身边坐着的 就是今早被她 踢着一个屁股的少君 两个人身后 坐了七八个妃笨无仰的美女 跟着就是公俄彩女 人人都神色凉衍 一见到这些镇像 杭笑龙当堂明白什么回事 肯定这个赵国的储君 向皇后告了自己 她跪下就说 大兵为杭笑龙叩见皇后 这个赵国皇后不过三十多岁 杨子生雍庸华贵 凤眼含威 她当然比不上雅夫人 尼夫人 又或者三公主赵善那么漂亮 但是容貌也属于中上之枝 尤其她嘴唇特别丰厚 样子配添了几分的性感 一脸眼 杭笑龙已经大约估到她的性格 这种女人最喜欢的就是 比她更加刚强的男子汉 只见她储君指着杭笑龙狠狠狠 母后就是她踢了我的了 赵皇后当同双眼生寒 闹声说 杭笑龙 连储君也都敢冒犯 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 杭笑龙说 小臣现在知罪 但当时小臣并不知道围攻我的十几人里面 居然有储君在这里 只是奉了尼夫人的旨意 希望能够好好管教公子盘 为了自卫 才犯下这个大罪 请皇后命监 皇后显然不清楚来龙去墨 登了一眼储君以后 就说 事情究竟是怎样 你快点说清楚给我知道 于是杭笑龙就将前因后果一五一十 都说出来 她口才本来就很好 语气里面就揚溺着强大的自信和舒服力 听到赵国皇后和纵妃笨在暗暗心截 当她说到事后怎样教训公子盘的时候 大家忍不住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储君见到杭笑龙这样说法 说到大家的笑口细细 当同觉得计息不对 扯扯赵皇后的衣袖就说 母后你又是孩儿作主 你想怎样 少君扑在耳朵边说了几句话 赵皇后点一点头 就开始说你和我站起来 杭笑龙马上站起来 冒然而立 当堂将两边的二十几个夫人的历史给了她 看到赵皇后和一群妃笨 哇 双眼都放光 这样的人才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赵皇后就向少君说 母后可以答应王儿的要求 由他们打杭笑龙一餐为你出气 但是如果他们败了 王儿以后就像小盆一样 要跟杭笑龙收集武艺 你肯不肯答应 王后那天看到杭笑龙击败一年准 已经知道她武艺高强 又看到她 把还努的公子盘管教得这么听话 不如觉得她的心暗暗 又佩服时又高兴 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少君说 那好啊 那是不是由他们整班历史一起出手 赵皇后走走眉头说 怎能够这么不公平呢 你自己选三四个人出来还不够吗 少君早就被杭笑龙打怕了 不但人太少了 那二十名历史一听 人人都控动了 面上露出很不满的神色 觉得这个储君也太看小自己了 若若若是 杭笑龙说 皇后 请你答应储君的要求 少龙愿意一事 你这句说话说出来 大家又不无哗言 杭笑龙心里暗暗偷笑 他心想 说到自由搏击 再多些人他都不害怕 这些历史在这个时代 虽然算是个壮汉 但比起在二十一世纪 他和那些特种战士互相的比拼 你这些人还撒得很远 储君听得很高兴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马上动手 他心想 二十多人打你一个 这次你还不死 杭笑龙将那件长途一承 露出见尾的看魄 看到赵皇后 和那些飞笨的心如鹿 撞破猿神迷 那二十名历史 被人看少了 早就鼓了整口气 一起大开一声 脱了外衣露出精彻的上身 涌上来将杭笑龙重重迷困 杭笑龙看到心里 确实 哎呀精彩你这魂 拳头交他已经饿了很久了 这一下豪兴大发 索性地学习他们这样 脱了一件上衣 露出非常精壮箭射的上身 一寸多疑脂肪都没有的肌肉 好像闪亮的小蛇一样 爬满了欢笑的胸臂和手臂 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 是小福那块三角肌 少军大开声说 动手 前排的四名历史 马上向杭笑龙撲过去 两个人在后面抱过去 两个人挥拳向太阳鱼 和前空鱼打过来 落手毫不容情 那些飞笨见到一起 经召上来 杭笑龙向后一腿 两个手掌一撞 一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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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杭笑龙按一撞 两个人肩膀上 借力凌空飞起 两脚一撞 撞两下 又将前面攻来那两名历史的下爬 踢倒 被血长流之中 那两名历史 当同压实的臉 跌在地上不知谷 只是一招 就已经解决了四名壮刊 少军在那里不知多紧张 不断为其他人打气 杭笑龙一撞到地上 地上一撞 两脚向前一撞 另外那两名历史 哪里遇过这样 有些地躺拳的打法 马上小福中招 跌了开 再撞起身 一撞起身 一撞起身 一名历史 两拳打过来 怎知两手撞进去 一架 乘在对方胸口里 连打两拳 再翻身一脚 踢在另一名历史的胸口里 那两人同时跌出 他这边搏击之术 是参考了泰拳 凶手道 西洋拳 韩国的台拳道 再配合中国武术 经过科学的力学分析之后 融会贯通 而练成了徒手搏击战术 在这个武术刚刚才开始發展的时代 我来说 是哪种权术 你能比得上 所以你一点都不浪费力 就几乎打倒了对方一半的人 重招的人 一是手臂脚脚 一是下巴脚脚 一是 一是 在打中要害的地方 每个年起身动手的能力都没有了 那些武士都亦然失色 即时退出了 少君目瞪口哀 真是想不到 韩少龙真的像天神那样威武 本来用二十几人围 去围攻韩少龙 打一打一打 已经变成了 韩少龙去追打那二十几人 照皇后终于忍不住了 开了声说 停手 剩下那七八个武士 即时松了一口气 扶起那些受伤的人退回去 韩少龙跪下说 皇后输罪 少龙已经留了手 他们休息一会 就即刻没事了 那储君听到就说 母后不行 我再叫那些人 我要再叫那些人 站起来 皇后如果没有其他吩咐 小臣告退 照皇后 揮退了那群历士 后站起来 就说 哎呀 冰卫的衣服都搞得邋遢了 人类 和我带冰卫去后宫沐浴更衣 韩少龙听到 客人一跳心想 哎呀 那还得了 这里这么多女人 自己和送羊入府口 是没什么分别的 他立刻执起地下的衣服 向着众人说 请大家停步 然后对皇后说 后日小臣又要出示魏国 现在急着准备行装 请皇后恕罪 赵皇后对他真是越看越爱 但见到他神情坚决 亦都不想一伐议他的意思 心想 以后借口要他教皇儿 练武 还没机会再见他吗 就微笑而已 好了 那等他们和你穿件衣服 冰卫就回去 各位 这位赵国皇后 也不是普通人 在后来 杭少龙和赵木的斗争之中 这位皇后 就成为了其中一个关键的人民 你们 我们暂且不讲他字 再讲一下 杭少龙回到尼夫人那时候 赵小盆 因为杭少龙教他的游道手法 连续打败了 本来自己很难打得过的 那些皇族的贵族公子 都不知道多么兴奋 又听到柱军说 杭少龙今天大展神威 连拜了二十多个武士 对杭少龙更加佩服到五体投地 和他学习剑法武功更加勤励 对杭少龙更加崇拜医戀 而杭少龙和尼夫人接触越多情 也越红 再加上 两个人都知道 杭少龙出行再绩 尼亚行可以讲前途充满空险变数 所以分外珍惜 你一段彼此相聚的时光 两个人终于互通心谷的成就好事 亚夫人知道之后 不单止没有妒忌 反而 还叫尼夫人暗中住在自己的别院 抓紧时间 和这位爱郎大家多点相聚 杭少龙身在中乡之角 更是不知人间何世 唉 现在对于回来自己的时代 似乎一点都已经不再着紧了 临行前一天 途方有些风尘瀑瀑的赶来 和他约定了见面之后 对他说 我们接到了秘密消息 今次你送三公主赵善于魏博 不是无惊无险 不单止马策土霸磨拳策掌 听说齐博 亦都想破坏魏赵的联恩 密谋来派人破赵善的精粗 少龙你要很小心 杭少龙听到觉得很奇怪 这件事应该很秘密 才是 为什么消息会走漏出去 唉 还需要问 肯定有人特意洩漏消息出去 我看这个内鬼 一是就是赵母 一是就是笑袁君 杭少龙呆了呆 那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笑袁君和我搭上一条船 如果被人攻击 他恐怕也难以申免的 唉 外情非常复杂 我特别提醒你 明天呢 你们就要起床的了 汉少龙就寄起具指令 就叫他找人来带给自己 原来谈了几句 就把他送出门外 原来自己呢 就用这件事告诉亚夫人听 亚夫人听到即刻入宫 找赵王商量 希望对他们加强保护了 回来之后 赵亚就显得很担心地说 我问过王兄 他说很难再抽出人手给我们了 美魂真是很令人担心啊 由这里去大梁 要经过很多荒山野嶺 要走成三个月的路 唉 真是一步一惊心 很难熬的 汉少龙沉入了一阵 夫人和少元君 是不是有过一段路水之缘呢 亚夫人非常羞愧地点了点头 原来就说 少龙 我求你不要再怪我了 我现在已经痛过去前飞 汉少龙叹了一口气 他说 少元君和我本来就有点仇口 现在加上你和他的关系 那事情会搞得更加复杂 唉 这一次少元君还会带着他 最宠爱的两个基础和二百家将上路 我怕他会处处为难你啊 上回我们说到 得到了逃方和雅夫人带回来的情报 汉少龙才知道 自己这一行是多么凶险 但是 始终到了快出发的时候 临别之際 汉少龙的一群爱女美妾 人人都流低眼泪 眉夫人更加抛脚矜持 揽着他们的颈子说 少龙 你一定要保重 好好地回来见赵尼和小盘啊 我这一生人都靠你了 汉少龙怎么点头对他说 如果我要离开赵国 你肯不肯跟着我呢 眉夫人震一震 你想背叛王兄 我现在只是眉与囚谋 我想赵木这个小人 一定不能够容我 我汉少龙又怎能够任人宰割呢 汉夫人怎么点头 王兄真的不争气 居然还用这些小人 赵木对我都有野心的 多次找人来召我去 都被我延迟拒绝 汉少龙心想 赵木可能是公子盘害怕 会得到母亲的人之一 他叹了一口气 现在尼夫人跟着自己 赵木更加不肯放过自己 尼夫人说 先不放心 我的身心都已经属于你了 无论汉王你去哪里 照来都甘愿为牛为马 永远陪伴在你身边 汉少龙请他心神驱罪 舍了他一口 心里面同时发誓 无论前途如何奸险 我都要为自己所爱的人 在这个战国的乱世之中奋力求全 创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工业 汉少龙绝对不会对任何人遇口 只要为自己的理想尽忠 臨出法之前 赵王是亲自主持着祭祀天地祖先的仪式 祈求一路平安 不过汉少龙就明白 他求的只是自己能够将老公秘鹿偷回来 而不是关心自己的生死 至于他的亲生女赵善的幸福更加不用提了 赵王就勉强抽多了些人手给汉少龙 使他的兵力增加到五百多人 再加上少元军的二百家将 七百骑兵 保护着雅夫人 三公主赵善 平言夫人 还有一些女眷屁目 一共有二十七架马车 载着粮食杂物等等 四十架罗车 浩浩荡荡 离开了赵国首都寒丹 沿着官道 向第一站的池苑进发 这段路依然在赵国境内 所以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大将李牧派了五百骑兵护送他们 一路去了赵国的边境 虽抗少龙沿途深潮得很轻松 要担心得等过了城墙 达入魏国的边界才再烦恼 最小的出奇的是 雅夫人的八名匹女 小招小玉等等 亦都换了一身的容装 英姿勃勃地拆马而驰 身手非常灵巧敏捷 原来在这个战争时代 男人固自然人人杂母 就算是女子都不会例外 他这个时代的军队编制 还有个门外罕 女徒无事 就向承衰请教 承衰对他说 战争生死由关之时 只有一分力量 都要用这些力量用尽他 当年长平之战的时候 秦光年十五岁的少年 都动员来参战 这次燕王起来攻打我们 大黄年未成年的儿童都征召入五 好处大败阉隐 如果不是 那真是惨了 杭少龙知道承衰是雅夫人的人 跟他聊天少了很多顾忌 就问他 这里所谓三军是什么回事 承衰很详细地解答 所谓的三军 一般是指壮男壮女和老弱之军 壮男军队是战斗的主力 壮女就是负责捉公事和做其他的集营 至于老弱之人组成的队伍 就是负责后勤和军队的良享 杭少龙听到 哎 真是觉得很无忍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 那些战争场面非常灿烂壮烈 充满英雄感觉的浪漫 原来真实的情形是两回事 在这个时代 女人 十蚊仔 老年人 全部都挖到战场受苦卖命 承衰小声说 今次我们人数虽小 但是都是精弱的战战骑兵 显然大王已经很重视这一行 是很难得的了 杭少龙转转头看看 见到邵元军的十辆马车和二百家将 远远地躲在后方 忍不住叹一口气 心想 如果有事发生 邵元军怎么听他的指挥呢 你这个内患才更加使人头痛 赵线和赵雅这两位美人的车 都是车链低水 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而赵雅那四名家将 赵大 赵五 赵二 赵七 四个呢 就紧紧在 雅夫人的车旁边 看来呢 人人都有两度散手的 杭少龙看得暗暗点头 当日扎刑之后 杭少龙就和李牧派来的暴将兵手 起立成衰呢 在那儿讨论这个时代的兵法战阵 大家正在聊天 突然间 刑将外面传来混乱的人声 杭少龙都觉得很奇怪 咦 不是未出国境有事吗 走出一看 赵雅夫人的刑将外面围满了士兵 争吵之声就不断的传迷 有些士兵就匆匆忙忙的赶过来 气急败乱的 闭家伙啦 闭家伙啦 邵元军的手下随海杀的人啊 杭少龙和成衰交互这个颜色 大家都看出对邵元军的鄙视 赶紧一看 被杀的是亚夫人的家将赵尔 原来邵元军趁着汉少龙他们 在刑将里面聊天 亦大约家将之中最出名的三大高手 徐海、淘宝和流巢三个 还有十几名好手 想硬闯入亚夫人的形象 不用说 想和亚夫人再续前缘啦 同时呢 又可以使汉少龙的武面 那些守卫又不敢拦阻他 一直来到亚夫人用布幕拦起的私刑禁地 才被赵大等人挡住 还未通传给亚夫人知道 有心闹事的邵元军已经指使手下向四个人攻击 一下子没有提防 而且又挂不敌众 那四个人同时受伤 赵尔仲的徐海割断咽喉当场无命 外面的守卫见到细色不对 湧过来 将邵元军团团围实 这样才挡住他们 邵元军的家将亦都文风而知 但被汉少龙属下的禁卫军挡在外面 一时间互相对持上来 汉少龙承衰和丁首他们赶到的时候 阿夫人在小超他们八个痞女 和身染血迹的赵大赵五赵七的护卫之下 绵色铁青狠狠地盯着少元军 而少元军呢 和那帮手就整色整水 一赴你耐得我何这样的神态 见到汉少龙来偏偏都不理他 反而对着丁首说 这算什么回事啊 这个无礼之徒以下犯上我杀了他 有什么大不了呢 丁副将你马上跟我将这帮人赶走 丁首的心本身很激气 不过他亦都心明为观之道 不想将这事揽上身 就说 这里的一切由汉兵卫作主 抹杖主是负责沿路安全 雅夫人走到汉少龙身边 小小声说 你和我杀了徐海 一切后果 由我负责 召带他们整班人 和赵乙都情同手足 一起跪下说 汉兵卫为我们作主啊 少元军冷笑两声 翘埋对手不舍地看着汉少龙 有心要落他面 这个时候 布幕早就已经被大家拥在地 周围的禁卫军 见到少元军这么嚣张 目无汉少龙都感同身受 一起起哄 形势非常紧张 可以说的一触即法 汉少龙举手叫大家不要出声 等众人安静之后 他心头一阵 救恨身受勇送起 真是想杀少元军 但是他也都明白 现在不可以这样做 不要说他有责任保护少元军的魏国 尤其魏国的第二个人 那个信明军是少元军的舅父 杀了他就怎样去到魏国啊 少元军显然都明白这一点 才特意在起程的第一日 就是灭他汉少龙的威风 如果他就这样引起那一口气 以后就没有人再尊重他汉少龙了 这个时代 是只是尊重英雄好汉的强权时代 如果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连雅夫人对他的印象都会大改 所有人眼光都看着 杭少龙 看他怎样应付这件事 杭少龙看一看被抬起的 召意的尸身 冷言一渴 徐海 在少元军身边的身形高手 面目阴冷的徐海 刚刚要答应少元军看声 命令是我落的 想找晦气啊 向着我来呢 杭少龙凌厉的眼光钉着少元军 他说 如果徐海能够党三剑不死 这件事就这么算 全场人都静下来 很多人都认为 杭少龙是想肤浅了事 大家虽然知道杭少龙的剑法很高 但是三剑想杀了徐海的高手 都是难以想象的 少元军更加不相信 他三剑就可以杀死徐海 心里那么高兴 心里想 等你过了这三剑自然威信素地 表面上是不动声色的 定位如果被徐海打伤 就不要埋怨人了 杭少龙仰天长少 拖出赵木送给自己的把飞鸿宝剑 对着徐海说 住手吧 两边的人即时退出出去 露出一片空地 徐海凌厉的声 拖出配剑 他们看过杭少龙和连俊的比武 知道他的剑法 心里想 如果我三剑也挡不了你 那我在这里也不用了 他打定主意 日月自首不恭 到时候我看了杭少龙 如何三剑杀我 成衰丁手和雅夫人 都以为杭少龙 是用这样的办法落台街 心里想 唉 那也算了 没办法中的办法 那又怎样 杭少龙吸一口气 飞鸿剑放在肩膀上 就这样向着徐海逼过去 徐海手给一身 长剑平举空前 指着杭少龙的咽喉 尽量不让杭少龙近身欲拨的机会 旁边人一见到这样的战略 都觉得不用看都可以估到战果 这个徐海一尾这么防守 杭少龙三剑又怎会杀得到他呢 但是杭少龙的神色还是非常平静 他一路逼到来徐海只有两步远的地方 突然间 脚不知踩到什么 滑了滑 当堂失去平衡 向旁边一侧 雅夫人见到忍着失声惊叫 少元军和那些手下都大起 一齐渴起踩上来和徐海坐威 徐海是剑道高手的嘛 怎会放过千载一时的梁姬 当堂不记得自己 原来想着是一美防守 举步冲前 长剑闲定地向着杭少龙直击过去 杭少龙这个时候正是要引他上当 用的是一招兵不厌宅 如果在正常的情况 恐怕他十剑都刺不到 就像徐海那样强悍的剑手 唯有引他发招 这样才有机可乘 在长剑闲来自他空前的时候 杭少龙突然站起身 同时凭着惊人的腰力一咬 咬向后方 上半身好像弹弓一样 差不多咬成了九十度的直角 一声 长剑闲的上方一标而过 徐海发梦都想不到对方会使出这样的怪招 一剑吉凶 因为用力过猛 整个身向前直冲过去 变成整个人都撞到杭少龙身前 嚇到他一跳 刚刚上变朝 飞剑下劈 在这个时候 自己只觉得下阴那里 啪一声 一阵踢通 已经被杭少龙飞起一脚踢中 徐海捅到 哎呀 这么惨的声 长剑脱手飞出 身向后一跌 就在这个时候 杭少龙的腰一咬又咬回来 放在肩膀的飞鸿劲 化成一道精亡闪电 咬 掠过徐海的烟喉 知不知道 啪一声 徐海即是仰面朝天 带在地上 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 全场的人静一身 跟着 噢 那 崩天喝彩 大家都为杭少龙这件 喝起彩上来 邵元军那边的人 人人都面如土色 当堂气焰都没了 杭少龙冷眼看着邵元军 邵元军你是千金之体 我们不敢冒犯 但是你手下如果再犯事 就没怪我落手不用情 邵元军仇恨地看着杭少龙 嘴角震一下震一下 但是一句说都说不出口 一顿说 另转身就想走 杭少龙大开声说 米酒智 你难道任由你这个仆人 布施荒野吗 笑完军这个时候 真是偷鸡不到的舌炸米 又丑又生气 立即叫人抬起随口的屎身 愤然而去 整班禁迷军都欢声雷动 连城衰都心悦成访 觉得杭少龙这一手 处理得很绝 将少元军的气焰 全部压下来 而且抬不起头 少元军一走 杭少龙觉得很不妥 交代了几句说话之后 马上翻入自己的碎帐 派人守在门外 然后将郭仲为他打造的几个零件 拿出来摊在地上 这些零件精光闲闲 功效非常细致 令杭少龙都非常赞叹 想不到在战国时代 军军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 他首先将零件装陷成一套爬逼过墙的勾索 这是他特种部队必备的宝贝 用机关弹簧射出墙索 挂在墙头或任何受力的地方 然后再将装在腰间的挂钩 套在索道 可以向上攀登或向下滑落 特种部队用的是钢索 现在只可以用油人的麻绳来替代 虽然结构简单 汉小龙本身一向对这类小玩意 非常有兴趣又很熟悉 但是也要装了小半的时辰才大致完成 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手上的结果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外面亚夫人的声音 说谁敢搅拢我 汉小龙想收拾东西也来不止 亚夫人已经截厂进来 一见到 在汉小龙面前摆住很怪的东西 就说 小龙你到底在做什么 汉小龙尴尬地笑一笑 把东西放入自己的箱里 就说 你不听我的话了吗 我叫你在这个形象等着我的消息 是 我派小超过来找你很多次 都被守卫挡住 我还以为你因为少元军的事 生了别人 一时急起送人过来找你 我怎会不听你的话 我说 汉小龙对他善解人意很高兴 乘机请他找人 替他缝制绑在腰间的内甲 里面可以装满那千多枚的飞针 雅夫人见到自己能够为爱郎办事 当然也欢喜答应 当晚的形象之内当然是狼情切意 第二天早 少元军那边出奇没什么闹事 而是一直都留在最后 和他们格格不入 但是呢 也不过来再挑人了 韩笑龙那种不妥当的感觉更加强烈 因为他知道 少元军这类人 自幼的已经嬌中成星 怎么都不会引起吞声 现在这么沉得住气 当然在魏国境内 另外有对付自己的阴谋报纸 三公主赵善常常坐在马车里面 下车时也用沙罩蒙面 在布幕里面一步都不出来 韩笑龙更加觉得 都不知是什么滋味 就是这样 晓行耶稣一路来到赵国边境 定手见到自己护送的职责已经进到 就告辞而去 当晚扎刑之后 突然间 韩笑龙接到士兵来送信 说平原夫人有请 韩笑龙又觉得很奇怪 但自己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 势力横花艺召两个女人 于是因言而去 平原夫人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接见了她 少元君不在 韩笑龙第一次见到这位平原夫人 见到她生得庸庸秀丽 由于保养得好 容貌比实际的年龄年轻得多 远远看上去 只是三十多岁的年纪 近看才发觉眼角之下有浅浅的皱纹 但是依然无损的风华气道 平原夫人很平静 但是神情冰冷地打亮着她 一些欢月的神情都没有 气氛非常尴尬 韩笑龙说 夫人怒信辛苦 卑职如果有什么失职 或者不道之处 请夫人赐罪 我怎敢怪责大人 所谓昔时务者为俊杰 不知道韩兵卫 是不是一个昔时务的人 韩笑龙一听心想 嗯 好气泥冷 他即时好公认 夫人请指点笑龙 你如果连自身的处境都看不清楚 我都不用对你多费唇舌 韩笑龙一听 哎呀 这个女人慈欢非常厉害 他小心翼翼的 量禽窄木而妻 但是如果处处都是难妻的柳木 唉 那就算有红英之志 但是连这个妻色之地都没有 唉 那又可以怎样呢 这几句说话 其实谈的事 里面的含义已经等于背叛赵国 所以韩笑龙有意呢 用暗中比喻的办法 免得被平原夫人将来拿着痛脚来陷害他 老实说 他之所以顺着这个女人说话的意思来说 其实一来 他觉得背叛赵王不算是什么一回事 其次如果巴结得这个女人好 说不定魏国之行就会容易得多 如果不是 被他在顺灵军面前说几句坏话 那自己就真的难顶难熬了 平原夫人听他这样说 似乎很欣赏他 嘴角就闪过一丝的笑意 现在天下最强的就是秦国 但是秦人乃是苦狼之徒 而且又非常排外 上阳对秦国有不势的工业 但是最后都被诸族而网 所以梁琴杂木 还要考虑很多的因素的 康笑龙听他走走眉涂 心想这个女人也算有见识 一时摸不清他是不是真的在招揽自己 就试试他说 夫人清不清楚我和贵公子之间的事 平原夫人面诗一喊 这个家伙徒取其辱 他太不懂事了 笑龙不用理他 何时才轮到他话事 如果不是见你文武兼备 在那种情形之下 依然可以计杀徐海 我才没有兴趣跟你谈这番说话 康笑龙只要你一阵心寒 这个时代 人人都不当人命是什么回事 这个人这么精明利害 哎呀 算了女人都不可以看小 更加不能得罪他 请夫人指点我一条明路 好了 平原夫人的态度亲疑了很多 笑龙应该知道赵国的情形 当今赵王重信赵木 他怎会容得下你 你又知不知是什么原因 是否因为我抢了他的雅夫人 你真是太看小赵木 他怎会为了个人尽可苦的丧婦 就捨起你这种难得一遇的人才 你知不知什么才引起赵木的妒忌 呃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赵王看中了你 杭小龙即时想起赵王 是喜欢男人的 当同头皮都发麻了 什么 看你的样子真糊涂透顶 如果不是赵城王对你另眼相看 怎会把这么好的差事给你做呢 只要是喜欢男人的人 有谁放得过你呀 笑龙 你要小心点 杭小龙听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 眼角含春 心不敢一挡 但是 又想起自己和他儿子的深仇大恨 就要叹一口气话 我明白 所以赵木会不择手段置我于死地 但是 我都担心少元君现在正密谋要对付我 老实说 杭小龙起的时候 已经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明白平原夫人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实在高深莫测 照计自己和他儿子有这样的售口 他又怎会眼含春意地居进来招揽自己呢 这个女人究竟内里卖什么狐狼 有什么阴谋呀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得应日再说 不 daleah